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是Ann Hathaway的一齣新戲 她應該不會在戲院上映 她直接在Amazon Prime上映 但不是一些入戲 我看她也很丟本去宣傳 這齣是Amazon主要的出品 這齣其實是 這齣有時看電影很討論目的觀眾 我覺得這齣很明顯不是拍給我看的 所以其實不適合我看 我又覺得這齣是一般 但我又覺得 目的觀眾如果是對的話 尤其是香港的女生 可能會很喜歡 因為她的故事基本上 就是說 有一個40歲的女人 她已經生一個女兒 但已經離婚了 但已經40歲 她的女兒已經十幾歲 在一些因緣巧合下 她不小心認識了一個 像姜濤那樣的人物 她有一個男人樂隊 像那些鬼佬MIRROR 認識了一個這樣的人 然後那個姜濤 鬼佬姜濤追她 然後她們便搶著 基本上是出戲 是一齣愛情動作片 就是說她們兩個 搭上 到處去拍拖 但是與此同時 因為那個男生 是姜濤 她有很多瘋狂粉絲 有很多閒言閒語 又攻擊她 又攻擊她的女兒 令她很難為 然後跟那個男生 有些分分合合 就是那類的愛情動作片 整齊出戲是從女生的角度出發的 所以她從女生的角度出發 她也是拍給女生看的 所以她兩個明星之間都是Ann Hathaway 她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間 是完全不對等的 那些氣氛 那個男生出現的時候 是因為有Ann Hathaway 所以她才在 她不會去 說男生的故事 她會 不斷透露一下 透過 兩個男女之間 她們的對白 你知道那個男生 多一點點的 但主要其實真的不是說她的 所以是給女生看的 這齣戲 夫人也看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 可能其他香港的女生 尤其是MIRROR 很多幻想的 會看到很投入 這齣戲 沒有分好壞 看得開心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 我懷疑有很多人 對象是對的話 是會看得開心的 這齣戲 如果是說我自己的話 其實有很多方面 就不適合我口味 其實 她裡面是有很多歌 因為她說那個男主角 背景就是一個歌聲 那些歌曲 全部都不適合我聽 有些人可能適合我聽 但不是我喜歡的音樂類型 所以她花了很多時間 唱歌 舞台 好像很有型 那些 我不覺得有型 即是我覺得很刺 反效果 我不覺得很有魅力 所以很難看得投入 至於 你看這些愛情動作片 除非你是看淘乃木 你只是看女生 但是你看一般的愛情動作片 你要男女都夾 那齣戲才好看 這齣戲 對我來說 Ann Hathaway很漂亮 很有說服力 我覺得一個小的十多歲的人 是完全會喜歡的 因為那些男生 其實是很膚淺的 即是真的不理會那個女人 是多少歲 即是不理會她是否大一點 Who cares 即是如果她年紀大很多 但她的樣子是Ann Hathaway 為什麼不? 如果你是白姐姐 那當然不行 是吧 但Ann Hathaway 當然是很OK 很棒 是吧 是吧 完全不會介意 而且有些女生 有時候說話很苛刻 說那些女明星 在那裡很仔細地看照片 說她整容不整容 其實男生也不理會 她自己看不出來 就是OK的 她介意的就是你整容 然後失敗了 那就會介意 但是你整得很漂亮 其實是不理會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說服力 我覺得一個男團的年輕人 完全是會很迷戀她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但是那個男生 我就覺得一般 所以... 所以我... 因為男主角、女主角 我覺得好像她逼一邊 就不太適合我 但是夫人也說 她覺得男主角很帥 我自己... 我就不懂得欣賞 是吧 但是這齣戲也不是拍給我看的 是吧 她抵得投入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齣戲 很好看 其他就一般